渣渣瘦瘦左右逢源 前一秒还在对生病的男朋友嘘寒问暖 下一秒就能在三三家搂搂抱抱 自打品君从家里搬出去 海青有好几天没见到人了 打电话不接 人也找不到 只好跑来他打工的地方赌人 这才知道 品君生病 海青是真的心疼了 这人病刚好 都不带休息的 就跑来工作 品君也很开心 至少海青还是关心他的 只是他怎么都想不到 才离开他的身边 海青就跑去了严肥家里 我带你来 其实我来告诉你 我现在一个人做 本来还有另外一个人 嗯 我要分手 因为我吗 不是 当然不是 你出现 只是证明我不爱他了 却没有勇气告诉他 他说说不爱了 真的好难 需要好大的勇气 尤其是你曾经爱过的人 要怎么开口呢 他居然羡慕严肥 因为他不知如何开口分手 严肥知道 海青左右为难 无法下决心选择 为了得到海青 也为了表明自己的决心 他居然带着海青 去和母亲出柜 而吉米和他一起四年 每天苦求他公开两人关系 他找各种借口拒绝 两人也因此整天吵架 最后分手收场 可如今和海青 才认识几个月 就迫不及待地和母亲出柜 现在不怕母亲身体不好 承受不住了 海青却不愿承受这个结果 可能这一刻 他也没有那么爱颜飞了 还是品君比较简单 他早早出柜 自己不需要面对任何压力 品君最近精神特别不好 工作学习的时候 都会觉得累 今天俩人约好 一起吃饭看电影 晚上他再去当家教 可现在他已经感觉非常疲惫 海青难得体贴一次 让品君回去睡觉 颜飞公司举办庆功宴 品君作为广告模特 当然要出席 可他不想签约 不想和颜飞这个情敌 产生任何前扯 对海青的感情 不是你用这种光碍的机会 就可以交换 多日疲惫 再加上心情不好 品君在回家的路上意外昏倒 陷入重度昏迷 感谢观看